写一千牛花的调色和特殊手法 先讲调色原理 准备属红、紫色、花青和古蓝 先将花青和古蓝调和备用 花青起到重色作用 古蓝起到堵水口作用 什么是堵水口 接着往下看 首先笔头调满属红 水分大一点 然后旁笔调紫色 属红和紫色衔接融合 关键来了 再调最后这个蓝色时将笔竖起来 笔尖少许 其到堵水口作用即可 由于古蓝类似矿物质颜料 在纸上渗透力不如属红和紫色 这样颜色堵住一边 只能向另一侧渗透 具体来看 特殊手法体现堵水口原理 在画千牛花时 笔尖向外 笔度向里 转动笔竿 这样笔尖上的矿物质古蓝 聚集在外边缘 堵住属红只能向花心渗化 近处边缘用弧线迎合对面弧度 淡色勾出花筒 用笔放松 稍加沟村丰富内容 注意后边花筒与钱花的遮挡关系 这么好的教程赶紧点赞收藏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